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竞选搭档 现任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一起在宾州正式亮相 现场支持者欢呼声不绝于耳 一上台就战力十足 现年六十岁的华兹人生经历相当丰富 因为父亲是军人 他十七岁就加入陆军国民警卫队 911恐攻事件后曾派驻海外 华兹大学毕业后1989年到中国教书 那年正好发生天安门事件 他在90年代也到过越南 日本 台湾以及南韩 因为待过中国 了解中国 华兹对香港及西藏的人权问题也十分关注 华兹2006年竞选国会议员 击败连任六届的共和党对手 在担任五届议员后 2018年以超过11%的优势 当选明尼苏达州州长 但也在任内遇上轰动全美的大规模 种族抗争事件 尽管有支持者认为 选择来自摇摆州的候选人 对选战可能更有优势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华兹直率平易近人的形象 可以扩大乡村和工人阶级的支持度 摆脱民主党的精英感 为贺锦丽的选战带来全新活力 华世新闻的ROOM编译